因為中概股這幾段時間好像消息面上都偏向正面 和大家更新 中正監就內地企業境外上市 相關的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作出了一些修訂 有機會給予美國監管機構查閱中概公司的全部底稿 根據新的修訂,境外監管機構在中國境內 進行調查取證或者開展檢查 就應該透過跨境監管合作機制去進行 看到消息面上就好像中國有一個比較大的讓步 在中概股海外上市的陰霾上 你覺得是不是已經七七八八消除了? 是國根最壞事有異國的 因為我們現在在看幾樣東西 譬如中美關係友好、全球的關係 以往不是這兩年的 由2018年開始打貿易戰 帶前提每個國家,當然政治背後上就是在講很多不同的立場 我們都無謂在這個節目上分析 整個小時都是講不完的 但是問題你要想一下,為什麼有這些情況出現 帶前提就是兩個國家其實都是在講經濟狀況 OK的,好到不得了 大不了GTB就跌1-2%左右了 我又全民就業,有什麼好害怕的? 所以很積極地去打貿易戰 之如此類,金融戰 不怕股票市場倒下,中概股不行就炒回我們的美股 類似有這樣的想法在這裡 但問題就是,為什麼這一刻開始有條件駁斷壞事 如果你看兩個地方的經濟狀況 剛剛在講,美國今年來講的GTB 可能已經放弄到1-2%左右 甚至有些覺得是零欠的 同樣地,內地方面 國內的GTB,我也不知道放弄到什麼水平 有些樂觀的分析就是第一季3% 有些悲觀的分析第一季,內地都是只有1%左右的 全年,基本上可以說是這十幾年來 史募前肥利低的一個水平 所以說大家都需要讓步 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夠說 好像以往那樣說,用國家安全這個理由上面去硬撼 現在就是在駁這些國家上面開始讓步 說不行了,那就交回一些資料出來 這個道理就好像是這樣 但是當然說,突然間一些政治因素 想不到的情況下,就大不了走 但是問題短線來講,跌了這麼多 你看金融指數也好,科技也好 全部說高位的累積跌幅 不是說三四十個巴仙的 是說六七十個巴仙左右 很多東西反映了出來 但是你又不要想著 所有一百十隻,中概股裡面十隻都可以完全沒事 我相信裡面有些總會是有些高風險的回報 那些是什麼,滴滴 金山雲啊,有很多敏感數據那些 涉及可能用戶資料或者很多消費數據那些 那些就有機會出不了你 但是你說有些都是涉及用戶資料的 可能甚至很大的 好像阿里巴巴那些 那些就有些斟酬空間了 可能有機會出了很多 可能只是局部性交一些 那些部分有些公司有機會有轉機 有些真的不行,你就要分清楚了 但是短炒上面你看滴滴,金山雲那些 或者背殼那些 低位反彈都很厲害的 但是你要分清楚那些短線 就是中長線,短線你就隨時吃了壺 你不會在這些位置才追上去 但是中長線的我們建議部署 就是買一些大隻穩陣的那些 你就是始終覺得那些企業上面 就是類似有些大賭不能賭的概念上面 這樣的角度去撼 但是大前提你也要定好那個置設位 我覺得暫時來講 金融指數也好,科智也好 這些位置就 你說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建倉時機 一住過一定不是的 但是你有條件就是駁去扭轉下降勢頭 這一刻還沒扭轉的 所以你說一個穩健的時機的時候 你說這條下降軌 等它升穿的時候才去買 但是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覺得有條件駁去升穿下降軌 但是這個就是偏短線部署了